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0月10日礼拜四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张宇人 在电台节目指出 早在半年前已经响起了警号 现时的营商环境欠佳 饮食业和酒吧业的经营都有困难 张宇人提到他都没有什么良策 特区政府也都没有良策 因为特区政府是不会做生意 最重要就是做好的营商环境给业界 第二单消息 香港酒吧业协会的调查显示 有七成受访的业界人士认为 现时的生意额比起疫情之前 跌了两到三成 反映行业的经营环境严峻 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前孙永表示 香港走了很多的中高消费者 这班人是香港酒吧业的中流底柱 而他们移民就令到酒吧业的生意下跌 首先要欢迎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饮食业的业界代表张宇人 有什么伟论发表 实陈他作为一个法定的业界代表 因为他是饮食界的立法会议员 他很应该多些店铺来接受访问 不是什么王家和之楼 那些只是生意佬 他开了一间食店 说自己是业界代表 但是你张宇人才是业界的法定代表 你应该多些店铺 可能他一来又担心 说得多些人不合听 又被人批评 二来就是原来他告诉别人 他都没有良策 我也不知道 你作为一个业界代表 你告诉别人 原来你都没有良策 那你是否属于思维素餐 我们看看他说些什么 在十一黄金周过后 多间商户宣布倒闭 其中华润医药集团旗下的华润堂宣布了 将会在十一月八号关闭香港的全线分点 当然零售业就是很严峻的了 华润医药是一间什么的集团 是国企来的 即是国企都做不住了 那你说是不是很严峻 不用问阿贵 这些东西是没得骗自己的 看看张宇人怎么说 他说早在半年前 已经是响起了警号 怕且也不止半年前 由你2023年1月开始 说要全面復常之后 警号已经敲响了 怎么只敲响了半年 那么大把 敲响了年纪 可能他会撞拢 年纪好 听不清楚 他说半年前才敲响警号 他说当时有些香港大型商场的老板 向他提及到商场 星期日的人流减少 有这样的情况 不是这半年发生的了 张宇人 他说以往甚少在对方口中 听到类似的资讯 现在每逢周末 会离港的香港人 占多 饮食业 酒吧业的生意 都受到影响 加上租金 和人手等的问题 营业确实是有困难 他说来说去 都是说 星期六日 就多了人离开香港了 归咎于北上消费 和外游 他说来说去 就是说不出所欲言 酒吧业方面 他们就比较坦率一些 肯面对的事实 就是说 有些人 中高消费者移民 这些人不单止是说香港人移民 还有些 洋人 就是说来香港工作的人 很多外籍人士都走了 去了新加坡 你去新加坡 问问人家的酒吧业 会不会在这里哭 当然不会 因为人家有生意做 张玉仁说来说 又是北上消费 又是外游 实际上很多数据都证实了 今时今日的北上消费 的人潮 其实和2019年之前是相弱的 不是说突然间多了很多人上去 根本来来去去都是这么多人 所以就是移民潮 是有个打击 他又不说 可能不能说 或者尴尬 好了 主持问到他 怎样可以帮到业界 张宇人就说 我都没有什么良策 政府都没有 我都没有 政府就不会做生意的 他最重要是做好的营商环境给我们 我也是很服张宇人的 作为一个商料议员 大家记住 他不单止是立法会议员 他是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 行政会议就是向行政长官出谋献策 其实是畏高权重的 很多政策在推行之前 行政长官也会先在行会上 咨询成员的意见 听听他们有什么说 成员有什么建言 对于香港有什么好处 也会提出建议 原来张宇人就告诉你 他也没有什么良策 政府也没有 我也没有 那我真是服你 你够胆说出口 因为在10月初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宗消息 就说 商料议员 是有机会加薪 为什么这么说 现时立法会议员基本的月薪 就是106,870元 今天立法会主席的月薪 就是普通议员的双倍 而兼任行政会议成员的立法会议员 他们的立法会月薪 就会是扣减三分之一 就是106,870元的三分之二 就是71,250元 而连同行政会议成员的那份薪酬 每个月可以合共获得 156,380元 所以 张宇仁作为行政会议成员 兼立法会议员 每个月已经是带156,380元 现在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消费物价指数 来调整的薪酬 每个月 立法会议员加薪酬 是大约2030元 第二个建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兼任行政会议成员的立法会议员 就可以不需要再扣减三分之一 即是出足 如果出足的话 即是又给他们三万六千元 每个月 行会成员兼立法会议员的薪酬 如果是出足的话 每个月就超过19万 斯文就像张宇仁这一类商料议员 他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或质素 来出足19万 就算现在不要说出足 扣减三分之一 他已经是156万 一个月 是不是值得给他钱呢 原来他公然地告诉大家 他是没有良策的 那你就不要押住行会的位置 原来你根本上是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好的建议给到特区政府的 你还告诉别人 原来其实政府也没有建议 没有良策 他也爆了出来 那我不知道究竟张宇仁在行政会议 开会的时候 究竟谈些什么 像刚刚说过孙姜桥 收19万 18万 16万 是不是这样呢 那这算不算是斯维素餐 完全没有给到一些好的建议 好的良方出来的 你的薪酬是不是过高 我想请问 难怪他经常都不受访 原来他没有良策 他还告诉你 其实特区政府也没有 他说政府是不会做生意的 我不知道他在超哥面前 是不是告诉你 你不会做生意的 你没有良策 我也没有了 就这样说 是不是这样 开会的时候 谈什么呢 其实我不清楚了 要他出来交代 他还说最重要的是 特区政府做好的营商环境 给商界 但是你说他不懂做生意 那么他可以怎么做呢 好了 我们听下去了 张宇仁就说 现在的营商环境是不行的 希望特区政府不要定立一些法例 令到商家难去经营 难做生意 如果是要定立一些法例 必须仔细地评估 会不会和营商有抵触 哦 那他说这些事情就好笑了 他说叫政府不要定一些例 不要立一些法例 是会令到生意难做 真是大胆 他究竟在说这些法例呢 是不是 哦 原来他就补充 暂时未有相关的情况出现 那就奇了 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为什么突然之间又要提出 这个建议呢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本来特区政府你认为 他没有订出一些法例 是会影响到营商环境的 那你为什么叫他不要这样做呢 如果一个人他本身不是坎头埋牢 你不用劝他不用坎头埋牢 你假设一个人 默认一个人他是理性行动 你不会说你不要打开窗 你不会突然之间勸个朋友这样做 除非他是想不开的 对不对 你说叫政府不要定义法例 影响做生意 是不是特区政府做了 他又说没有 我听起来就好像有些言外之音 是不是特区政府 在你张宇人的眼中 曾经订立一些法例 影响了营商环境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潜意识 如果不是你怎么会这样说 哈哈 但是 其实张宇人怎么说也好 你作为权力核心的一部分 你不是作为一个外人 你就不应该说 你根本上都没有良策 如果没有 麻烦你让路 退位让言 你都没有良策 对不对 张宇人又提到 饮食业和酒吧业 自从2018年金融海啸以后 就膨胀得很快 市场不单止是饱和 而是过了浪 这是张宇人自己说的 他真好笑 他说业界做到过了浪 加上现时香港人不上消费的影响 他认为要逐步在目前的大环境 和经济状况下 重新找回平衡 怎样找回平衡呢 大家听一下他的伟论 我真是很服他的 他敢说 他说 如果一天我们还不断开 不断抢 辛苦的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太多的食肆 但是勞工问题都有机会舒缓 本地勞工就是雇主最想见到的 哇 他真是说得出口 你明白吗 他作为一个饮食界的业界代表 他就说 如果我们一路继续开食店 开酒吧 开这些那些那些 就只会是 糖水滚糖鱼 大家互相抢生意 恶性竞争 那他要怎么做呢 怎样才可以找回平衡呢 就是减少的食肆 就是说 你不要开那么多了 就是叫你收紧一点 你明白吗 他说得出口 他意思就是说 要收紧一点 不要开那么多 他说如果没有太多食肆 就是劳工问题 解决了 不用找外劳 就找回本地人去做 他真是好东西 原来业界的代表 就是叫你和亚市一样 收紧了他 就搞定了 哈哈 少人争 少个香奴 少个鬼 生意就只有这么多了 那是不是 不需要 分这么多出去 少人做生意 就是这样说 可以的 你是行会成员 大佬 兼立法会议员 原来少了一点 我们这个建议 其实有说过 我们有公道点 他说这件事 是不是错了 不错了 我们一早已经有建议 在2023年1月的时候 很多食店走出来大喊 又说没有生意 我们都说 你做不住 就不要又说什么东西 蝕着做 又说什么首业 你先收拾它 我们2023年1月已经说了 因为已经预计到 一开放的时候 一定是很多报复式旅游 这是全世界都会发生的事 是人之常情 再加上美元强势 导致港元强势 即是香港人 不趁着这三多年 走去频密外游 就找自己路趁 有经济条件 一定是去的 所以 疫情了三年的时间 即是香港三年很厉害 外边只有两年 即是两年就开放 香港要跟大佬 所以三年 那三年已经不断 就续命了 因为困住市民 不出不入局 去帮衬你 所以 就不要再在那里哭 我们那时候已经说 做不成就继续了 谁知道 原来业界代表 是这样说的 在二四年的十月 即是你慢了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就跟我们说同一件事 继续我们的口水尾 那就糟了 但是你又斗了十多万 二十万一个月 原来你给的那些意见 和我们当初一早给的意见 是一模一样的 不如我去做吧 哈哈 搞笑 原来你说他有没有质素 如果他一早说 那又是另一回事 即是你提醒业界伟 做不住 趁未虧得太过分 就继续了他 那我也说你厲害 你现在事后孔明 走出来说 我们一早就说了 我们的亦有造证 我们也有说过的 而且不止说过一次 说过十次八次 是说做不住 就继续了他 原来张宇仁代表 现在也是这样说的 他逗二十万 你说他很厉害 是不是真的 这样的质素 现在告诉你 没有良方 为什么没有良方呢 正如你张宇仁所说 就是叫特区政府 不要定一些法例 令到生意难做 就可以了 你这个也是良方 那你有没有跟特区政府说 在行会里面 真是笑死 好了 接着我们又看看 酒吧业的困境是怎样 特区政府较早前 公布了控烟的策略 短期会实施全面禁止加味烟 期望明年会完成收礼 香港酒吧业协会 在十月份 以网上问卷的方式 向四百个酒吧经营者 收集了意见 当中有七成的业界人士说 现在的生意额 比起疫情之前 是下跌了两到三成的 其中有三成的受访者 还说 生意跌了超过三成 即是说 所谓的全面伏偿 是不存在的 怎样全面伏偿 即是说 你要回到2019年之前的生意水平 才是全面伏偿 现在这样的情形 就不算是全面伏偿 或者那些人说 这些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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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说 那些人说 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 前孙永说 在疫情之后 业界受到香港人北上消费的影响 令到 星期六的生意大减 以往的高峰 在星期六晚 如今的生意 只是及得上星期五的一半 他和张宇仁说的 差不多了 星期五 晚上的生意 比星期六更好 因为星期六可能 很多人一走了去外游 或者上大陆也好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香港是走了很多的中高消费者 这些人是香港酒吧业的中楼底柱 唉 大家又 很感叹一件事 这些人走了的中高消费者 不但指是酒吧业的中楼底柱 他们何尝不是香港整个社会的中楼底柱 走了几十万人 是不是 协会主席就说 这些人移民了 令到酒吧业的生意下跌 现在这个阶段是水深火热了 第一 我就很欣赏前主席 他起码 是敢承认移民潮对于业界的生意 构成了严重的打击 就不像张宇仁代表那样 顾左右而言 他说不出所以然来 一会儿又说北上消费 一会儿又说外游 没错 这两件事事实上是有发生到 但是最严重的一件事 都是因为 那些中楼底柱 是不见了 不是中楼陀佳 这些是中楼底柱 真是肯花钱的 很多香港的中产家庭 很多外籍人员 专业的人士 都走了 是不是 那第二件事 这些人走了 但是根据特区政府的统计数字 就说香港的人口 没什么减少 因为 除了那些单程证的人 还有很多所谓的人才 尊财 高财 都下来了 是不是有很多港票 这也是事实 但是 也是从这个酒吧业的生意额 是可以側面地证明得到 这些所谓的高财 人才 专财 他们是完全不能够抵消得到 那些中楼底柱 不见了 那个影响 他们下来没错 真的有工做 支币就是这些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消费的习惯 是和那些中楼底柱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星期五晚的生意更好 你不要只说 歸咎不上消费 其实有一大堆的港票 逢星期五晚 或者星期六 早上 他就经各个口岸 翻了上去 有些人在深圳也有投家 他一到四就在香港那里住 睡觉 有些在上面租 也有 总之这些人 和香港的生活方式 是格格不入 其实港票 由头到尾都没有融入香港 很多人都没有 一直说普通话 和你围内的人做老友 一直看他的抖音 一直不看香港的节目 他是有他自己的群体 我也不强求 要求融洽 或者他要跟本地人做老友 本地人都未必理解他 但是 现在你越来越多这个群体的时候 而这些人很多时候 就会觉得 在香港消费是老称的 同一件的货品 在深圳买 和在香港买 差几个开 那他为什么不趁着 星期六日的时候 上去上面买呢 这也是人之上情 但是 他们对于香港的饮食业 和消费业来说 就真的是中流陀俠 一味是缩骨的 这些人不肯花钱 比起香港的基层 或者什么 他更加不肯花钱 但是他不是赚不到的 那这下死了 以往那些中产的 专业的 在香港赚到钱 会在香港花钱 现在这些人 他赚不到钱 也不在香港花钱 他除了在香港 如果有交租 或者交税之外 他大部分的钱 是上去那里 输血的 这个才是个问题 我们是第一个 在节目指出的 港车北上 港车北上 都是和香港人有关 但是香港人 你算来算去 和疫情之前的人数 都差不多 那 为什么 香港的人口 在剃補了 这么多人头 他还是没有办法 提振到零售业 和饮食业的生意 就是因为这些人 真的不在香港花钱 他在香港吃过饭 他也是吃得最便宜的 所以 中環 开两餐饭 也有人买 当然有 就是港票去买 很多时候 他就是本地 一元 都不舍得花 可以少一元 就只有一元 尽量不花钱 就回到那里 那里花 有这些人 是大把 除非有些 就是 他已经 当香港是他第二个家 他就去启德买房子 但这一两年来 那班 还未站得稳住 刚刚来到 他又找到一份职业 但有很多人找不到 有些人找到 他都不舍得花 是很多这样的人 大佬 所以 这个 酒吧协会主席所说的 是对的 原本有些 在香港花钱的本地人 或者外籍人士 走了 你引一帮这样的人 是帮不了多大的 对于香港的经济 实体经济来说 这个才是 问题的精结 不是说你弄一大堆人 下来 剃補了 那就搞定 是搞不定 你怎样可以去操作 你怎样影响得到 他是不花钱 跟大陆那些有 找到他 现在是不花 因为他对前景 他已经没有信心 他觉得不明朗 上边的人 就算有公开 也不舍得花 当然 有些年轻的人 近几天 湧入股市 做韭菜 那些就不要理他 但你叫他花钱 叫他消费 他是不舍得的 那些港票也是一样的 心态 前孙永说 香港目前有1200到1300间的酒吧 香港和大陆通关至今超过一年了 但经济复苏不似预期 有些租户甚至要以拖租来缓解压力 就是先拖住 先拖住 情况是不可持续 业界已经没有条件再亏一年了 张宇仁就说 你收拾了他 开得太多了 十一黄金周 生意额升了一到两成 但跟2018年相比 生意仍是差了三成 调查说有九成的受访经营者要求 暂缓全面禁止加薇香烟 有一成的酒吧设有户外的场地 加薇烟占了他们生意额的一半 政府如果未有适当的辅助措施 酒吧业恐怕会出现结业潮 那做不住就倒闭了 都没解 哭那么怕都没用了 张宇仁就告诉你没有良策了 他说明白 特区政府长远希望控烟 但是指望特区政府将措施暂缓至少一年 等到业界生意好转以后再考虑 等你生意好转才考虑 其实就不用搞了 因为很困难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